杨桃影音数位网 欢迎回来我们的杨桃影音数位网 那我们今天这一段呢 是来教大家料理成功的撇步 今天要教什么呢 煎香肠嘛 如何煎香肠 就是我们如何煎出金黄不焦黑的香肠 香肠非常的好吃 在我们台湾国人呢 不管是当便当菜也好 晚餐菜也好 或者是呢夜市 你们看到它的香肠真的是很漂亮 然后一样有三个撇步 第一个撇步呢就是香肠用牙签搓小洞 但是呢我们先跳第二个撇步 锅内要先加水 再来加油煎 来看到这锅内呢 因为时间关系 我要先把它放进去 这已经有搓洞了 那我们呢加一点点水 把它用焖的 这是撇步二 那跳回来撇步一 我们今天呢准备了香肠 不管是你在 第一点就是在一般的传统市场 或者是你买现成的 我们百货公司 或者是超市在卖的 都是一样 我们为什么要搓洞 像这个牙签把它搓洞就可以了 不要搓到自己的手 好来 我们搓洞呢 是让它的油脂 快速地分泌出来 然后再来呢 待会呢 我们透过我们的水 让它去熟成 你不用用水煮 不要用油炸 我们今天呢 放一点点水 好就可以了 那我们撇步一就是 用我们牙签呢 把它搓小洞 像这样子 很好玩吧 好来 我们呢 第二个撇步 就是呢 我们准备一只锅子 把我们的香肠把它放进去 好来 我们加一点点的水 像这样子 加一点点水 一点点水就可以了 那我们告诉大家 那我们这是撇步二 锅内先加水 再加油 好 那我们现在呢 水已经差不多了 那第三个 水蒸发完 香肠也起锅 好来 我们现在 这个我刚刚有加一点点 那假设说你觉得呢 你的水加太少了 你要加什么水呢 就加热水 好会比较快 那我们接下来 马上要完成了 好 来 其实香肠很好吃的 这个可以套用什么呢 我们的早餐的 叫做sasage sasage 好就是我们的心心肠 也可以 好有没有看到 我们现在已经快要收这个汤汁了 快要收这个汤汁 这个每一条啊 这一定是熟了 我们现在让汤汁呢 稍微收一下 你也可以 把它稍微 把它擦 因为水已经差不多了 把它擦一下 来 接下来就要加入我们的油 加一点点油 有些哦 这个是超市买的 有些的香肠呢 我告诉大家很油 尤其是甜点在没有的 那我们真的 料理成功的撇步呢 真的很简单 然后杨桃会一一的 每个老师呢 都会教大家 包括杜家人都会教甜点等等 也希望大家 全世界的好朋友呢 都把它学回去 这都是妈妈 在家里啊 在料理的过程呢 怎么样成功 来 像这样子 加一点点油 它是不是恰恰 是不是恰恰 这样就好了 而且它不会油爆 而且它不会油爆 来 这样就完成了 好 不管是哦 你要请客啦 或者是要 带小朋友的便当啦 好 很香 而且非常的棒 就是我们呢 我重复一次 撇步一 就是香肠呢 用牙签搓小洞 那撇步二呢 就是锅内加点水 再来加油去煎 好 撇步三呢 水分蒸发完了 香肠起锅 就是这么简单 好 来 今天呢 我们成功 料理成功的撇步呢 就是教大家 怎么样煎出金黄的香肠 有没有学会呢 没有学会啊 没关系 下午再重新再看一次就可以了 那今天也谢谢 我们所有全世界的好朋友呢 来观看 那明天呢 是我们的阿华师的时间 今天呢 时间到这里 告一个段落 谢谢大家 拜拜